你會不會的? 你會不會的? 不會啊 我有點像在舉外人的感覺 就是我沒有什麼力氣在下去的 我在你們每個人身上都有看到很多閃閃發亮的特質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跟你們一樣 這麼有自信 有光芒地去面對人生 謝謝你們 繼續戀愛 好好的 謝謝 我不知道欸 謝謝 你確定嗎? 沒關係 你太誇張了吧 你太誇張了吧 我看到伯伯哭到爆炸我嚇死了 因為我跟伯伯可能是最沒有連結的人吧 然後我們之間的對話真的是在餐桌上也少到不行 然後我再往左邊一看 你們幹嘛呢? 等一下冷靜一點 冷靜一點 我想說有這麼誇張嗎? 不可能吧 沒有這麼嚴重吧 我只是覺得我很不好意思誤會 不會不會 不會 有解開就好 沒事沒事 我想要請問啊 彼此的 當的角色嗎 我覺得這種東西人家要不要講 就是人家的自由 剛剛真的壓力有點大 你們有看到我剛剛全部都不是什麼嗎 我不好怕人家很好 為什麼 這是我怕太直接 我自己覺得沒有人對我有什麼興趣 我覺得 談重要的事情不是容易的 所以 的確委屈你了 但是我們從中 收穫到的其實是 而且要很謝謝你現在願意相信我們 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還好你有講 真的真的真的 還好我有說 就是辛苦你了 很舒服 我覺得你可以留下來欸 因為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沒有心情 我覺得如果很開心的話 我們都可以留下來 但是我覺得 你自己想一想看看 我覺得 這樣要看你自己 在這邊你覺得 不舒服比較重要 不會自我 如果不舒服 我不會覺得 要 就任何人 需要逼迫自己 留在這邊 對 因為我一直都是一個 很討厭自己的人 我不敢有勇氣面對 或者是我很習慣選擇逃避 那我當下就想說 如果給我自己一個 再有勇氣的機會呢 我去再試一下 或許不一樣 因為 選擇了我們這八個人 其中一定有 某一些關鍵點 才會是這八個人 那 如果我退出了 我可能以後也會感覺到後悔 所以我沒有勇敢過一次 我覺得跟你們相處 從剛剛那一刻 就是我們有講開之後 我覺得 面對你們我比較沒有 這麼多之前 很多甩不掉的東西 但是接下來我也不知道 我們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 因為下雨了 所以其實我也很不想走 然後我已經很不敢走 哈哈哈 比較感到一片 暗影 還有什麼 一些人 靈活比較 淋得 對 我們 我們